流水的幕牆, 附有歐洲古典特色的建築 相信大家以為我今集是介紹樓盤呢? 其實今集任何行都是繼續介紹車站 只不過今集的主角確實在九龍區的豪宅樓盤 這個就是紅磡的海一豪園 海一豪園, 位於紅磡大環路東 在1998年落成, 由長實和中電銀資興建的高級私人屋苑 它的公共交通家匯署亦都在同一年投入使用 容許公共運輸機構提供服務給屋苑的居民 車站有兩條車坑, 共有四個後車月台 左邊被巴士, 右邊被小巴 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使用大環道東這個入口去進入車站 而發展商對這個車站內部的設計都下了很多的心思 大部分以令面街磚做外場的設計 有些設計還以長雲例做圖案 而車站的照明也很充足, 不會令車站死氣沉沉 由於車站設在住宅的下層, 所以必須安裝通風系統去改善空氣質素 設施方面, 由巴士站上室 座椅、輪椅上車區都一定會有 視障階磚, 行人輔助線都一應俱全 交通方面有8號P巴士, 英皇步花園, 尖東前往尖沙咀 而在發忙時間, 就有107號P線巴士, 來往海日浩原至數碼港 這條線只是在星期一至六提供服務 如果要去中環, 就有115號P線巴士, 在朝早提供服務前往中環港澳碼頭 而這裏也有A23線巴士前往機場, 但留意這一個站只是提供去機場的方向 回程去紅磚就不會停這一個站 小巴方面, 這裏有26號W線, 在發忙時間提供服務前往紅磚站, 途徑黃步站 如果要前往土瓜環節江街和九龍站, 這輛26號線就一定幫到你了 如果想在發忙時間前往佐敦一帶, 這輛26號X線小巴 會途徑紅磚繞道和家事居道, 前往佐敦道船街, 這條線是循環線來的 而在車站附近的海日道, 就有一個的士站, 方便有需要的乘客 海日豪園的對外交通, 主要以九龍和港島區為主 但對於遙來往新界區的居民來說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運輸機構和屋苑, 會考慮開一些特別線, 前往新界各區方便居民呢? 多謝收看今集, 下一集再見, 記得訂閱我們呀!